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维平 今天是2017年的7月24日 下面我想对有关郭文贵和陈明尔 两个这样一个具有标志性的 也是舆论焦点的人物 做一个分析 有人可能想 郭文贵和陈明尔怎么会扯到一起 其实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内在的联系 我们知道郭文贵先生 他来到美国 是一种流亡海外的 逃避矛盾的一种形式 不过他很善意把被动转化为主动 潜伏了三年 他现在后来通过自媒体的网络 大声的发声 大声的喊员 不仅把自己企业 也就盘古市公司 这几年的遭遇 告诉了全世界的人 而且他本身还对 王岐山等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 进行的一些批评和揭露 当然 有些东西 有些事情 由于中国信息的不对称 不完整 现在还无法查证 俗事 但是可以看出 这次世界 郭文贵世界 给中国促进法治方面 一个极大的歧视和震动 那么但是尽管郭文贵先生在多次的视频当中 一再高调 讲到自己过去的一些事迹 当然他对自己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很少谈及 大部分还是渲染 夸张自己的一些成绩 那么他也谈到了杨改兰事件 谈到了泛雅 谈到了老兵维权 谈到了雷扬事件等等 这些公众事件 都是在表明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有过去 只顾自己 现在关注他人 关注弱势群体这样一个思想转变 当然这里没有很多真实的成分 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既然郭文贵先生 过去就是一个有爱心 关注国家实时政治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家 为什么在2012年之前的一段时间 也就是2007年到2012年期间 也就是薄熙来在重庆搞唱哼打黑 轰轰烈烈那个年代 那么他的矛头是对准了那些 他所谓的黑社会的老板 实际上也就是一些民营企业的老板 薄熙来把他虚构包装夸张成了黑社会 没收他们财产 搞了640个案例 为什么那个时候 那么郭文贵先生 从来没见过他 对这些民营企业的遭遇 做一点评论 或者实在在的私下的做一点事情 这什么原因呢 坦率地讲 我认为就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就是人的自私心理 因为那个时候 郭文贵先生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在马剑 张月等等一些官员的帮助下 他赚了很多的钱 他根本 就是没有时间去顾及那些和自己 一样是民企 但是遭遇不同的一些案件 那么现在他之所以大声地为民营企业家呼吁 他多次地提到 这个马云的王剑林等等 他说呢 如果那些人 现在不怎么样 就有可能在未来 成为一个新的郭文贵 就郭文贵的今天就他们明天等等 他如此高调地提出警示 那么就是因为他本身 这个 这个被 可以这样讲 被这种 中共这种 一党执政 没有法律 造成了这种状况 集中了自己的腾处 也就是说 你集中了谁的卵力 打击了谁 谁就心疼 谁就能意识到 这个 法治的重要性 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民营企业家 他这个在国内赚钱的时候 他们心里 也知道 那么 重庆这些问题 会产生一些寒蝉效应 会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 造成不利的一些伤害 但是他不敢站出来发声 为什么呢 因为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所以这个 我指责郭文贵先生当时这个自私 这个也包括我在内 就是说 我不是说 但是就只贡贵一个人 很多的民营企业家 在2012年之前 都是看到了重庆这种状况 都是愤愤不平 但是只能把这个感情 埋在心底保持沉默 为什么呢 因为要换取自己在经济上的 这个暂时的这种好处 那么现在 贡贵先生站出了大声的 这个喊冤 不论他这个揭露 这个王岐山等人 这个辅助问题的真实性有多少 但是肯定他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什么呢 在现有的司法不独立的形式下 中国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 由于进一步的升级 没有得到纠正 越来越想恶性的方向发展 就造成了什么呢 资金转移潮 成功人士移民潮 伊朗告过一张 这又进一步引来了什么呢 引来了最近资金管控 国务院官员向海外 转移资金这些限制 结果就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王健林和美国一个公司 金球奖的公司 原本都签了合同了 但是不得不什么呢 就是撕毁合同 这个就是非经济因素 不可抗拒的非经济因素 就是说上面的下令要管控这个资金 你如此大量的往海外逃 这个转移资金呢 不行 那么就把你一刀切 结果造成了很多的民营企业 惶惶不可从日 所以呢 有些人呢 这个还被抓了进去 那么目前王健林还没动他 但是吴小辉呀 肖建华呀 等等啊 这些民营企业家 包括车风都出了问题 目前有些还没有判刑 实际上这都显示了什么 显示了民营企业极大的不安全感 所以呢 这就引申出另一个人物 就是陈敏尔 我认为呢 这都有内在的联系啊 一方面啊 中国这个 由于官员的上层的内斗啊 造成了这个官场啊 人员的变动的频繁 又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啊 这个官商是勾结的 几乎每一个民营企业家啊 如果拿放大进去照耀 在他创业啊 的过程 在他成功这个现在 都有一些什么呢 都有一些啊 这个适势而非呀 你说的违法 可能也不一定违法 你说的不一定违法 要查起来肯定也违法 那就抓随 可能都可能有证据 所以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啊 像徐明啊 这些 等等吧 我就不要去 一笔列举太多了 还有那个四川的刘汉啊 实际上都是一样 中国民营企业家 受到了牵连 那么当然这里面 有政治斗争的因素 也有什么企业家本身的啊 叫问题 那么这就引申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说 如果要想走活中国政局啊 这一盘大气啊 首先要把中国的经济稳定好 而文技 经济方面呢 有半壁江山寺 民营企业 所以呢 这个陈明尔这个人物的出现啊 虽然他现在知名度还不高 刚刚由贵族啊 转战 重庆担任了这个重庆市委书记 取代了孙政才 人们过多的目光关注什么呢 是孙政才倒下的这个背后的啊 就全都背景 实际上这是一个迷失啊 更多的因素应该看到什么 把这两个人物的出现 就是郭文贵的出现啊 陈明尔的出现等等 以及孙政才倒台等等 这些新闻人物的出现 放到中国这个啊 整个这个政治大的盘旗上去看 你就会知道 那么陈明尔是未来啊 中国一个很可能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 为什么呢 他的关键在于啊 就是说他来到了重庆 他担任了什么历史使命 他要做什么 他来的第一天上任啊 召开了常委会 厅局一上会议啊 他就提出要清除播放余毒 如果这个余毒啊 是指那些 就是二次文革 搞着唱红打黑 抢钱买惯啊 买惯 掠夺民营企业的话 如果是这个目标 清除这个余毒的话 我认为啊 陈明尔就将来能干大事 而且呢 前一份儿动全身呢 他可能就拿出一把钥匙 会啊 解除很多很多中国 目前政治经济的疑问 这个我们啊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啊 在1977年的时候啊 11月16日 我记得 1977年的10月7日 我讲错了刚才 就是说 胡耀邦啊 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的这个领导工作的时候 他带领一些文人啊 经过十七稿的修改啊 写出一篇文章发表了 这篇文章提论的是什么呢 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啊 再纠正过来 这就是开启了这个平反冤假错案的一种 理论先行这样一个序幕 这个非常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啊 后来就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胡赵合作 改革开放的一个 这样一个黄金的年代 十年啊 这十年给共产党这个执政啊 奠定了什么呢 一个什么 合法的基础 因为在毛泽东那个时代 激励下来的啊 这不用讲了 从这个三反五反啊 文化大革命等等 最后搞了很多 伤害了很多人了 数以万计的啊 这个千万计的人呢 蒙受冤屈啊 冤案遍地可以这样讲啊 为什么冤案遍地的情况下 人们还就是选择了共产党 没有造反 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在1977年啊 这个胡耀邦 这个搞了平反冤家错案 救了共产党移民啊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平反的右派啊 光是右派啊 55万人啊 99%的这个右派得到平反 使人们呢 受受了那个心中的冤屈啊 这个藏在心里 激励在心中那种冤恨 全部释放出来 所以这个转化了巨大的生产力啊 以至于延续到现在 后来共产党搞这个经济建设 之所以现在发展这么快啊 成为世界上一个经济很大的 一个经济实体啊 和美国抗 就来自于这方面的精神动力 这是不能否定的 那么呢 胡耀邦这个 这个这种精神和作风 能不能继承下来 就到了这个现在习近平这个时代啊 尽管我看网上有些报道 把习近平捧为什么 第二个毛泽东啊 第二个邓小平 甚至胜过他们 我认为这些虚垮东西都是捧杀啊 真正的启发的最重要的 共产党的精神财富 就是胡耀邦的这个平凡军下错案 习近平要想又想作为 顺利